另外有鉴于原住民传统编织工艺技术逐渐是为 副理相公所特别开办编织研习课程 幸了部落族人踊跃参加 从基础编织到打样组编 虽然工序繁杂 但部落族人尤其是部落的青年更是认真学习 希望能够重新附阵 找回部落传统工艺技术 讲师透过白板上的编织技法 或者亲自示范剪材打样 教导学员们将编织办成品 编制成包包、零钱包、背带等编织品 学员们各个频频发问认真学习 学员们认真努力地学习 除了是希望能够编织出精巧完美的编织作品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希望 能够将部落逐渐视为的传统编织工艺 能重新附阵 找回部落传统工艺技术 有看到自己的作品就很高兴啊 都会想要来参加 会啦 在这里我最年长的 其实我之前就想要学了 基本上我们部落里面的这个资格就已经算是 失传 失传很久了 所以你就特别想要来参加 所以我就特别想要来参加 那结果呢学得怎么样 会不会很辛苦 不会不会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布里乡公所有建于原作民族传统编织工艺技术 逐渐消失断程 特别邀请民师开办编织研习课 吸引将近20位的部落族人踊跃参加 不分70岁还是17岁 各个承接起部落编织工艺传承的责任 虽然说这个不是很容易 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技艺 所以想说就开这个课 那学员他们这次上了以后 他们非常的有兴趣 然后每一个人用每一个人的审美的观念 做这个配色其实都还不错 然后他们也有兴趣 很可能在下一个年度 我们还会再做一个进阶的演习 透过研习课程 除了附证并传承原住民族 传统工艺技术文化知识与记忆 相公所也开办丰富多元的课程内容 提供部落族人妇女习得一技之长 记者是玉兰副理采访报道